科伦敦的土字特别清楚 而且逻辑性非常的强 对翻译来说是天籁之音 陆克文因为他会说中文也会说英文 给他做翻译压力就会比较大 小布什总统他与生说话特别快 而且还带着自己的德州的口音 跟他翻译的时候头很大 我叫秦璐山 我是一位你猜不出年龄的翻译官 在我50岁的时候 非常开心的学会了游泳 之前其实一直想去 但是非常怕水 这件事让我特别特别有成就感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挑战新的东西 这个习惯跟我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关系 新名词要不断的关注 因为你会用到 某个人用到了 你在翻译的时候你不知道 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 做翻译到今年应该30年了 可以说各种各样的翻译都做过 翻译并不是字对字的简单的对译 需要对文化的了解 历史的了解 专业的了解 翻译里边常常会说 意意不意字 中文说 班门弄斧 大家谁都明白中国人 但是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playing axe in front of 鲁斑 什么意思 你拿着斧子干什么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明白 但是英文有相似的意思 你不可以教老奶奶如何去煮鸡蛋 这个意思 因为老奶奶煮了一辈子鸡蛋了 意思就是说是不能搬门弄斧 做翻译我觉得有一点特别的幸运 也就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 我经常把自己比喻为一位医生 医生即使是做了几十年 和我们做了几十年老翻译 都是一样的 因为你碰到的情况 每一次个体都不一样 这样就逼着你不断地要学习 不断地才能取得进步 每个人都在学习 工作中 各种地方都在学习 发达 所以他可以做交易很順暢 他不會失去小細節 他也訓練了所有人 壓力很大 但是我覺得他最大的樂趣 是讓你有成就感 到目前為止 我給很多國家領導人都做過翻譯 能夠參與到這些非常重要的國際事務當中 見證很多重要的時刻 我自己也覺得特別的榮幸 Professor Lucian Charles Chin For servic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ticularly through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這是為翻譯家特製的圍裙 這個是澳大利亞俗語 Build like the side of a house 有房子一半大 大胖子的意思 工作之中也在學習 不斷地學習新的名詞 這個花園是我特別驕傲的地方 特別喜歡園藝 它是特別專業的領域 就會專門去了解 去看 去旅遊的時候 側重點就跟別人不一樣 擺弄這些花花草草 不僅是一個興趣的愛好 其實也是一個學習探索的過程 我今年50多歲了 不少朋友和初次見面的人 覺得我30多歲 我覺得人就應該不斷學習 不斷更新 這樣才能保持年輕 青春是一種狀態與年齡無關 MING PAO NEW YORAN